回到新闻现场要带您关心到的是高雄有车主抱怨 日前在陆竹区的汽修厂保养之后 发现这个机油芯没有锁紧 导致了车子行驶到一半时狂漏机油 尽管事后保养厂愿意赔偿 但是呢车主依旧是气得上网控诉 才刚打开机油芯做检查 机油却直接流出 每一会机油就留着保养厂师傅满手都是 顺开就顺老了 眼看机油流不停 师傅赶紧把机油芯锁回去 原来车主烧到前去另一间汽修厂保养 但机油芯疑似没锁紧 导致爱车边开边漏油 如果再这样玩下去的话 如果没有机油的话 汽车可能会造成很大的损失或火烧车 越讲越生气就怕漏油危及行车安全 陈先生取消跟家人的旅行并扑往抱怨 出包的保养厂就在高雄陆竹区 陈先生日前将爱车迁去保养厂换机油 随后载着家人前往台中 没想到爱车才开到台南 就发现车子漏油 而让他更愤怒的是 事后出包的保养厂竟然只愿意赔偿 自备机油的工资跟机油滤芯费用 我去给别家换的机油 你就赔偿我这样子就好了 然后老板说不可能 你如果说我给你保养没有好 你应该要回来找我 我就会帮你处理好 我两千八给你 然后他自己说不要 赔偿费用双方依旧谈不容 恐怕还得再协商 只是机油滤芯没锁紧而漏油 恐怕导致车辆受损 没有锁紧会漏机油 引擎本体内部会有损伤 尽管这回人为疏失没引发交通事故 但出包的保养厂 如今在被害人心中 势必成了拒绝往来户 记者王超群肖志愿 高雄采访报导